葉維麗的兩件座 一個就是 剛才勾建的進程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件座在 在地蠻廣的 被突破了過去一段階的一個規模 打開了一些戶外風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區塊 像是垃圾的 或是一些紀念物 或是一期物的 之前維修的 或是民眾的一些被拋棄的 一些歷史物 可以被追蹤飛機 叫2064 2064 那麼這邊有些教理論問題 找的是不是要這樣子看 就是說檔案這個東西 不是放在那裡的東西 而是一種歷史的陳述 如果可以組成 組織分類 並給你意義的規則 它只是一個規則 它不是指的是一個文件 不是指這個文件而已 它只是規則 這個文件它只能變成檔案的 就是一種規則 那這個規則不是先天制定的 你要說 顧客呢 這些檔案的定義就是 一種 被說出來的一個法則 然後 欸你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成為檔案 欸你說會不會有成的檔案 因為你的東西有點假 不知道 我要去修這個很假 對 你的東西 一定會有政治型號 你的東西可以變成檔案 它是這個規則 所以不是指一般 想到檔案就是一個文件 然後可能已經歸倒 這樣的一個事實狀態 一個文件 等等 這是規則的一個非常精緻的想法 或是比較當代的 對檔案說的吧 所以其實 我有一個檔案組 檔案 或是 你媽說的不是那一個 他說它怎麼變成檔案 它的規則是什麼 它的運作條例是什麼 這個才是檔案 那 是根據各式各樣的關係 被組合起來的 的一種東西 然後 這些東西也存在 或消失與否 完全看 檔案的特定的規則性 可能這個 有時候這個檔案會 被失去的檔案 的一個身份 或者這個 都不然的話 有一點點檔案 因為我們發現它可以構成檔案 這才是 規則所做的檔案 然後檔案不會隨著時間而隱默 而是 嗯 所以它的說法有檔案 其特分後 前幾年 有什麼大理智 不過我這樣講 不過去 而是要有的檔案 這時候復刻變成一種 詩人的文學家 文學家 文學家 他變成一個 詩句一樣 那要有的檔案 他記在裡面 他事實上是很遙遠 包括這些痕跡 事實上是幾萬年 搶到地球 現在看到都是幾萬年前的事情 然後他說事實上很遙遠 對 反而當代事物呢 會顯得暗淡無光 好 那這裡面呢 他 複刻在這個文字裡面 這段話裡面 他舉個例子 他說逃亡 用逃亡子好了 他說 公主要逃亡成功 檔案不是指的 那些跟他有關的一些陳述實踐 而是指 因幾乎所需而保留他的功名 也不是指 因幾乎所需而保留他的功名 而是指 這個人被登錄為逃亡的這個陳述 比如說逃亡這個事情 這才是一個檔案 他怎麼會被視為逃亡呢 只指這個事 不會只指他逃亡 這個人的一些歷史 他的背景 他的一些身家 調查的事 為什麼他會被視為逃亡 被登錄為逃亡 這樣的一個陳述 這才是伍根書的答案 所以他說逃亡呢 作為一個可陳述的系統 那這邊很複雜 這些事實在進入到一些 比較詩辨理論的一個領域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新的禮書》的上面 看了一百六三期 那裡面有一個 一定是對伍根書的一個用法的一個 一個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惡要的一個描述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去讀一下 這個復刻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段落的一個原書組 叫做知識的考古學 或是打掌的考古學 是在這本書 那中九翻譯 是由 是王各位嗎 忘記不知道是誰翻譯的 是蔓廷的話 什麼書出來的 叫知識考學學 那這個翻譯 跟我們的翻譯好像很一樣 因為直接從方法翻譯過來 好 那就是在 有一個版的話 光版是一百七十頁到一百七十一頁 那為什麼檔案是官方的 抵抗官方的話 因為檔案小時候都是官方的 那我們自己的檔案 包括我們說學生檔 沒有關係各種檔 對不對 在今天的蒙古五時代裡面 檔案事實上是已經進入到一個 非體制化的狀態 或是一個個體化的狀態 所以檔案必須我們 以一個個人的檔案方去抵抗 機體的官方的抵抗性的 或是載智性的 一個化的 這只是什麼可以找到去看 所以他說可陳述的 形成跟變形的 普遍系統 整個檔案 那這些三個特要 我們可以把它提出來 那這只是我自己把他提出來的 我把他可能就是 不是 是把他的說法裡面 那一句話 把它沾要出來 變成三個 三個的陳述 那這個 大家知道 跟新手說的一樣 沒有什麼 它有一個差別 只是說一個叫有 人理性的一個陳述 是復刻它這樣做 它可以操作 這一個重點 就是檔案是一種操作 特別強調一下 檔案是一個操作 而且它有一個時間性 它是一個陳述 陳述 當作一個像固執般的陳述 我們把你所說的這個說法 把它變成一個可以組織的東西 它才是一個宇宙系統 可以揮導 那所以畢委利人跟古董 集了這別法公司 在2064 206建作可以看到 另外它自己的設計 那這些細節 我把他想 我把他列過去 我把他列過去好了 就是對於粵谷的方式 我們講把它列過去 那我就 列委利呢 我用比較整合性的說法 列委利它的作品 雖然是 跟異形的合作法 雖然是 我們看到都是一些 某種回收屋 或廢屏 廢屋 事實上其實是帶有一個 歷史考古學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歷史 一些時間 一些各個時代 然後會帶領我們各種的記憶 如果我們能夠長的話 我們敢做一個 越多 越豐富 或是我們的社會 位置比較 流動氣的話 我們可能會 會理解更多 所以裡面呢 有一些 歷史 的一種話 以及它的操作 它的運作 雖然說 他說是要變成 所謂讀懂 投聖王的路向 但是我其實把他解 成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惡藥的說法 就是說 要從這裡開始 在二零六 二零六 二零六 自己生活的廢棄物 精神的大量堆積 包括歸類 硬裝 改造 這就是操作一樣 操作一樣 即其破品 邪靈去抵抗 這種操作 也就是說它都會 好像是那個 包使還是像那個 大麥廠 那種擊破的方式 一種 威脅的方式 模擬這樣 你抵抗這種操作 因為它這個不是商品 但是它又像商品一樣 對立 那麼 有一個評論者 叫修俊大 其實也是在這個 先美術的那個 163期 在164期的 一個協志他所提到的 他說 二零六 還有 尚未建議請 學點辦 他承認他 這次作用力有什麼成功 執限的 批判機構的效率 也就是說 在資生費點之間的 奏折住 尚未形成的 這些利益 這些力量 但是呢 我個人想說 他可以做一個 努力抵抗商品檔案 的自我檔案化 就是商品事實上 也進行一種檔案 大家都知道 商品的今天 有什麼檔案化的 無關的方式 因此呢 我覺得 比如說 我個人看完就覺得說 勞家的文徽 是 那一座看起來 非常非常具有政治概念 但是其實 葉偉利作品 並不一直去寫的 沒有政治性 但這是葉偉利的 古董基德社員 發動心 會有 這是勞家 勞家的作品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裡面的一些象徵符號 都帶有某種 國家厚持強權的暗示 包括美國 地國 或是日本 或是中國 或是台灣 這些符號 我想這些我們就 可以略略過去 在當然是 都在手冊 就可以讀到這些 所以它是一個劇情的 一個政治觀點 那這個劇情的政治觀點 包括權力 符號的體裝 一個象徵體系 然後讓我們去反思 這個強權國家的力量 如果從過去到今天 一直影響台灣的疫情進程 所以它是 它是 但是我們不能夠去忽略 一些 不是具形的政治觀點 而是微型的政治觀點 或微型的政治承諺 包括各種的 各種的表達權 基督權 還有包括原住民的 生活權利 還有他們身份領域的 包括像林林總統 今天我會談到 但是 因為台灣 在我們 在目前為止 難免透透的結果 大家已經失去 被政治觀點的興趣了 所以可以 可以讓我們觀點 表達他們說 你不是什麼 就是觀點 你是不是難 那我個人 這個觀點 認為說 我們這種 公民域的政治 表態 是被政治務所 褻脫 所以我們要奪回來 這個公民域的 政治的反應 比如說我們要談自己 對這個藍綠的問題 對我們同步 我們必須要重新再談 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不應該成為我們當代人的 一個真正的反應 的一個犧牲品 那 可以用一種方式去談 而不是我們在政治鬥爭 或是 政治版國的 這個月頭的方式去談 而是從理念 從平和歷史 然後從一種 思考 政治哲學 都可以各角度 或是政治選別的一種 一種 吞噬的角度去談 因為 大家知道說 這些專政文部裡面 他們 他們是 他們的媽 其實是讀的 他們讀的媽媽 但是我們知道的表面說法 跟實際上說 也是很不一致的 所以 這種說的劇情 都會出在經驗 為什麼會 被笑死掉 包括 現在有 在學校上課 這個同學已經提到這裡 他創委 要去考慮這個 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一直怎麼說 為什麼大家都不討論 這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是 我們必須要去 去面對 將來是遇到經免費的問題 那 這裡面有提到這個 大藏者的相當場 比如包括綠島的 紀念 人權紀念可以啊 包括紀念人紀念 有發生的事情 這些都是值得去考慮 這也是才敢 對經典發生過的事情 包括文復實踐 這些考慮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以為自己先會在遇到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